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评头论足 简单开合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支持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款成品模型 我相信朋友们看了之后 应该都要吐了 因为又是独角兽 不过这个是我很久之前买的 就是真实标志版的爆仓女妖 价格算是好价 是400多块 但是一直没有开箱 今天主要来看一看 这个表现什么样的 而顺便想知道一下 有没有中奖 好了 这个正式视频咱就不做了 主要就是来看一看里面 看看这个体质 是不是会有一定改变 这是全新未拆的 400多块的价格 我感觉应该算是便宜了吧 对于这个爆仓来讲 盒子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打开里面 这个爆仓和普通爆仓不同 有炮有爪 还有第一大盾和棕毛 算是全装备的爆仓了吧 蓝标了已经是 蓝标了已经是 哇 好的 咱们直接把这个西图打开来看看里面的配件都有什么 其实感觉这次的配件对于爆仓来讲还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不仅有炮爪 还有棕毛背包和第一大盾 应该算是全武装的爆仓了吧 说实话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二魂的独角兽 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过 而拿出这个模型之后 真的感觉结构方面照比HG版独角兽是稳当很多了 毕竟是成品玩具 而另外这次既然是称之为真实标志版 其实标志部分肯定是一个特色了 粗略看了一下 有两种形式和颜色 第一个就是这个肩甲上端可以看到 这标志部分是白色的 这边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边看着感觉有点糊 大字有点糊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这种烫金形式的 这个颜色发色还是很亮的 比如说这个肩甲部分 胸口部分 裙甲部分都有一些少量的点缀 看着还不错 区别于拼装版的独角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精神骨架部分 这个爆仓女药全部都是靠涂装实现的 颜色发色有点偏向于这种黄铜的颜色 不过比如说领口或者天线部分 倒是这种金黄 金属质感还不错 然后天线部分是给出了两种 目前这个是软胶的 为了防止损坏 给了一个软的 看了一下 没有中奖 而另外一个 给出了一个结构更加清楚的硬质天线 这个结构感觉看起来是比软胶好很多的 很硬朗 很尖锐 还不错 不过刚才看了一下脸部 其实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小中奖 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往左偏 这边的缝隙小一点 这边的缝隙是大一点的 不过爆仓女药的脸都是黑乎乎一片的 看的并不是很清楚 这次爆仓女药的外甲 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些小分色 大家都知道爆仓女药的外甲颜色 基本上属于那种很深很深的蓝黑色 而这一次可以看到一定的区别 也就是色差分色 比如说这个金加顶端 这个部分是比较常见的蓝黑色了 下方这边是一个接近于纯黑的颜色 然后胸口部分纯黑 裙甲部分纯黑 比如说小臂的内侧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都是纯黑 还有侧裙甲的顶端 包括后裙甲的正面 后面的这个部分 喷口结构盖板 还有脚踝装甲 都是纯黑色的 肉眼看起来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单就这个外观来看 这款真实标志版的爆仓女窑 确实在细节部分 是做了更进一步的处理 咱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可动 毕竟是成品玩具 所以结构方面肯定照比拼装板 是扎实一些的 比如说整个头部的旋转 1.8没问题 同时现在是软胶甜线 也不用担心会断 当然也不一定不会断 然后抬头和低头 采取了上下两段的球形关节 然后在这个肩部 倒是没有给出什么明显的前身关节 但是给了一个外拔结构 拔出来之后可以看到 这关节部分会延长不少 但结构很简单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长的 连接杆的球形关节 咱们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前后摆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肩甲部分可以垂直抬起 然后手臂的可动 大概是标准的90度 手臂上端可以旋转 这个声音还是很声色的 去肘幅度 大概是可以达到肩甲位置 幅度还是不错的 而另外这里面给出了很多造型手 什么握拳手型 握枪手型 包括这个掌型 连接位置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看到自带一定的可动幅度 在包扫女腰的腰部正断 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动关节 这个在SG版上是没有的 可以看到利用这关节 我们可以实现包扫女腰的弯腰 或者是挺胸 这个幅度对于独角兽来讲 还是不小的 而另外在腰部下端 也可以旋转 不过可以看到和裙甲之间存在一定干涉 而另外在旋转的时候 手感还是很神色的 很紧 嘎嘎嘎嘎嘎的 裙甲部分球形关节连接 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其实照比拼装版的SG是极致很多了 不会逛来逛去的 而另外侧裙甲也带有可动 后裙甲也可以掀开 内部可以看到 这个喷口部分还做了一个很亮的银色处理 中间是蓝色的 还是挺显眼的 好的 接着来测试一下腿部的可动 首先大腿的顶端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水平旋转 手感还可以 不松 然后前踢幅度 是超过了90度 侧踢顶端是给了一个缺口 这样的话幅度是可以达到将近90度的位置 然后后踢 90度 幅度还是不小的 我们来看一看屈膝表现 那屈膝的话 这个幅度基本上是达到了150以上 这个对于独角兽来讲已经很不错了 而另外在屈膝的时候可以看到 膝盖部分竟然还带有一个精神骨架部分的联动效果 这个我确实是没见到过 可能这个以前的老版本也有 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 毕竟是第一次玩这个二魂独角兽 虽然说结构看起来比较高级 窜来窜去的 但是屈膝之后 这个位置的空缺显得会比较明显 并不是非常好看 接着其余的可动部分 刚才也看到了 首先是腿部后方的盖板 可以展开 里面带有金属色涂装的喷口 还是挺好看的 而另外 脚踝两侧的装甲 这个部分是一个球形关节连接 有的时候会掉 前端可以打开 然后咱们进行旋转的时候 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还是存在一定干涉的 这个位置可以实现大幅度的左右侧摆 然后脚掌部分 为两端结构 可以向下方弯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往后 往前 整个结构表现还是比较扎实的 还可以 那么好的 可动部分 咱们就暂时看到这 其实这次吸引我的 并不是说爆丧的成品属性 而是因为 这个装备确实给的还挺多的 相当于完美爆丧 刚才说了 来看一看配件部分 首先 这里面是给出了 光束马格南步枪下面的炮筒 这个分体式的 并不是说使用或者替换的 而是装在后裙甲作为装饰的 这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那么对应的 这边还给出了一个马格南步枪的扩充弹夹 不用说了 也是作为装饰的 左右两侧都可以安装 好的 既然已经提到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看这个马格南步枪 首先外形部分 已经不用去过多介绍了 可以看到 虽然说结构基本上都是不可动的 可动的部分有几个 第一个是枪柄这块 可以把手插进去 然后扶桌柄 包括这一侧可以连接手臂 这个都不用说了 包括后背包的一个连接结构在这个位置 弹夹部分 可以看到 还是做了一个涂装分色的 当然结构是不可拆卸的 但前端这个位置 咱们可以给它拆下来 这里面是给了一个替换件 特效件 就是这个光束石手 插上去就可以了 颜色部分做了一个渐变处理 我个人感觉还是挺好看的 不过这边有一个污渍 是一个油漆 是弄不掉的 刚才已经看到了 然后接着来看一看光束军刀部分 可以看到是给出了两把 剑刃部分都是粉红色的 而底端是做了一个这种 偏近白色的一个剑面处理 奶白色的 看上去像草莓牛奶一样 剑柄部分 咱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拆卸下来 然后根据手臂位置 咱们进行一下这个剑柄的收纳 对应凹槽 给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 使用状态 移动到前端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 并没有说额外针对手臂部分 再给出光束军刀的一个剑柄 咱们需要使用替换 其他部分 首先这边给了一个普通样式的 包藏女妖的一个背包 这结构都是固定的 不过可以看到 内部颜色是做了一个金色涂装 包括喷口部分 都有这种很亮的剑面处理 当然在这个顶端 我们依旧是需要拔出光束军刀的剑柄 来给它插上去 并没有说提供额外的 很细 我们小心一点 好了 插好了 这个地方带有可动的 不过今天我们不使用这个背包 这个是普通形态的 而另外在这款玩具里面 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戴有XC装甲的 命运女神形态背包 可以看到所谓的棕毛部分 全部都是金色涂装 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在中心部分 可以看到一些注塑口 所以整体的漆面部分 感觉并不算是特别平整 中间位置感觉有点糙 然后是在缝隙的颜色 可以看到是做了一个分色处理 不过最左边的颜色和右边的颜色 明显是存在很大的色差的 这边颜色基本上快成为铜色了 在这个位置是带有可动的 然后内部是加了光石菌脑箭柄 背面装甲部分 也是做了蓝黑和黑色的分色 咱们直接把这个背包装上去就可以了 是一个T型口 还是挺紧实的 放到一边 其实作为命运女神的装备 这边还有一个第一大盾牌 咱们简单来看一看盾牌的结构 首先正面可以看到 也是做了蓝黑和黑色的分色 在侧面的叶片都给了一些银色涂装 这个部分也给了 然后下面是一个小盖板 咱们翻开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手部的握柄了 而盾牌部分的叶片 是可以进行可动的 你可以看到 可以收纳 也可以展开 包括顶端的内层结构 咱们可以翻开 把这个叶片翻出来 HG好像是不能动的 我记得 本身的盾牌是可以搭载到手臂上的 但是这一次 咱们之后要安装炮爪 所以直接把这个盾牌给它 搭载到这个后背上 有一个小孔洞 插进去就可以了 整个造型是封满了不少 炮的这边 其实结构很简单 可以给它翻上去 然后对应手臂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插孔 咱们进行一个组合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小夹子 插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实用的话 直接咱们给它翻出来 定用手部来进行一个遮挡 是这样的感觉 而另外炮的部分 是给了一个外拉结构 咱们外拉一下 可以看到内部的金色结构 感觉还很帅气的 特别喜欢这个炮 然后爪子部分 是我最喜欢的 爆仓女药的一个装备了 那么对于HG来讲 无论是独角兽形态 还是毁灭形态 爆仓女药的爪子 全都是不能可动的 都是固定造型 而今天这个R魂的是带有可动的了 安装方法也很简单 并不需要拆件 直接对应这个插槽 给它插到手臂上就可以了 还是非常简单的 加上了 可以看到爪子部分是异常巨大的 而且每一段关节 可以看到都带有可动 自由度还是很高的 而另外在这个爪子部分 也是存在着一些色差分色的 比如说爪夹部分 是采取了金色和铜色 包括装甲部分 也是黑色和蓝黑 爪子部分可以看到 可动的自由度还是很高的 每一段关节都是可以进行活动的 包括顶端和中段 但是唯独不能实现独角兽形态的 一个完全合拢样式 毕竟爪子结构很大 并没有办法说完全合拢 到此为止 这个豹桑女妖 命运女神和炮爪的完整全装形态 咱们就已经是全部的搭载完毕了 不过还剩了些装备 比如说咱们剩了普通形态的背包 然后还剩余了马格南步枪 因为手部可以装到这个为止 拿爪子握一下也可以的 还没有完 就是这款模型里面 还自带了一个战损部件 就是一个腿部的断腿部件 之前的最终决战样式的独角兽 或者是新安州都有 咱们来看一看怎么换吧 针对这个豹桑 是一个腿部的一个断裂分件 咱们需要针对这个腿部 来进行一个拔除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把它动力管 断裂的部分给它抄后 插上去就可以了 这感觉断的 毕竟装备很多 这么点破损看起来也是怪怪的 反正也是照顾之前的系列 算是达成互动 那么好的 到此为止 咱们这款真实标志版的豹桑女妖 就算是简单的把玩了一遍 包括装备部分 可以看到装备部分 确实算是比较海量了 如果说对于一款R魂的豹桑来讲 应该算是一个挺好的 一步到位的选择了 个人感觉本身是成品结构 加上装备也比较多 什么豹桑女妖的普通装备 或者是灭月女神的装备 全部都有了 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而另外我买的这个价格 应该算是一个好价了 对于一款魂线钉来讲 400多块 还可以吧 而另外豹桑女妖 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机体 所以心里面还是非常得劲的 那么好了 本期的视频咱们就看到这 因为没有经过剪辑 所以说的时间也比较长 而另外嗓子也不怎么舒服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支持 同时订阅评头论组的频道账号 最新的节目更新 都会第一时间推送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不见不散 不散 好